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上禮拜喉嚨都不舒服 經過一個週末的休息 總算今天聲音恢復正常 講起來輕鬆許多 不過上禮拜在喉嚨很卡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股票其實還是很厲害 每天都在漲 看那個泰塑 禮拜五是漲停板到今天還是一樣 又再度跳空大漲直接鎖漲停板 就再也沒有打開 所以當一個多頭架構的時候 操作主流股 去賺他的所謂的主身段行情 那是最過癮的一件事情 因為主流股是全市場立拱 它量最熱鬧 它的股價最強 它的波段走勢 就像去年貝隆文件股一樣 一波再一波再一波再一波 漲到欲罷不能 你又好買又容易買多 又容易賺得多 一個大波段下去 三成五成一倍兩倍三倍四倍五倍十倍 都有都有 過去歷史經驗都有 所以操作主流股 賺主身賺最好賺 最好賺 進入個股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大盤 就是說今天 找盤最高10897 收盤10875 賺量1190億雖然不大 但就像我說的 量也沒有過熱 上週五美股大漲 然後今天雅股全面漲 所以今天台股又再創一個波段新高 10897 所以其實也沒什麼懷疑的 說這個指數 準備要上回到萬一的水準 一萬一千點 現在市場沒有人懷疑的 所以一兩個月前我在跟你說 貿易戰行情怎麼跌下來 未來貿易戰解決了 行情就怎麼漲回去 很多人半信半疑 因為我知道 同志朋友其實 心裡都很忐忑很不安 去年受了很重的傷 絕大部分人現在可能在等解套 然後貿易戰似乎也沒有一個定案 指數又來到一萬多點的高位 會不會現在積極點買又跟去年一樣 又跌回去九千多點 所以大家都很害怕 但今天找到這個位置 我想 鄭民森老師的看法是領先的 現在 沒有太多人會不會去懷疑說 這個指數又回到萬一的水準 那我也說一萬一千兩百七十點的去年的高點 理論上來說它今年一定會堵破 因為資金又變得寬鬆 貿易戰 終究 終究達成目標目的之後 它還是要退場 全球資金還是沒有地方去 只能在股市開party 所以這一波上去 它一定是過高 當然重點是指數在漲的過程 要買什麼股票才會賺錢 這依然就是說最最後最後 大家還是要回歸到就是說 你要回到選股 你要回到操作 你要回歸到你自己到底買了什麼股票 在行情是漲是跌的過程 你能不能幫自己賺錢 這才是重點 那當然絕大部分人沒有選股的能力 所以才會去看這老師的節目 所以我相信我幫大家選的 在一個穩定的行情多頭架構的格局裡面 我很有信心幫你挑到主流股 就像我說的 5G是未來這兩年 全球股市台股最大的主流 那5G它衍生出來的材料產業 太多元了 那未來會一波一波 那我怎麼講的 我說5G 受惠5G 第一波 全面性的接單營收整個會拉上來的 我說第一波就是3T 就是3T 所以從上禮拜一買泰塑 漲停板 禮拜二漲停 就兩根了 禮拜三創高 之後放假 放假回來之後呢 又漲停板 第三根 之後再創高 稍微拉回 我說漲多休息換手續工 就隔天再漲8.1%來到52.3元 到上個禮拜五 再拉出第四根漲停板 五十四塊三 歷史新稿 在今天呢 跳空 開高 不到十分鐘 拉上漲停板鎖住 哇這個一架鎖死 真的是 連開都沒有開過 太過強勢 太過強勢 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五根漲停板 收盤價五十八點六元 再創挂牌的全新的天價 他的意義就是說 這家公司掛牌以來 今天這個收盤價 是歷史最高點 從來都沒有收在這個位置的更少 所以百分之百 所有的人 不管你聽我鄭老師的 你買在任何一個價位 即便是買在五十七塊 五十八塊到今天 你全部通通都百分之百 通通都是賺錢 除非你今天是買漲停板 不然都是賺錢 這代表 鄭老師幫大家選這個 5G的領先的股票 泰塑的部分 對大家是 真的是很對得起 那買39 到58.6 狂賺了19塊6 高達50% 50% 所以我常在講 要賺一倍要用方法 一口氣賺一倍不是沒有機會 但那機會相對少了很多 但是我的超凡金法 第一條開宗民意 我說三次的三成獲利 就是一倍 一次要賺一倍不容易 但股票漲三成的股票 一年從頭到尾 年初到年尾 常常有 非常多 然後你抓到三檔就是一倍 但是呢 如果 有時候計較更好 賺四成 甚至賺五成 那你就不用三檔了 兩檔 就超過一倍 所以當泰塑一檔已經超過五成的時候 我相信 當我賣掉泰塑的時候 或許這筆已經賺了六成 Maybe 五成 Maybe 七成 後面再找一個賺三四成的股票 來倒 要賺一倍 真的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所以 我們今天 又 新的 會員 來跟山老師說 超出 十股 一攤開來 又是 二十來檔股票 但是好玩的是就是說 我們的會員 很多知識水平都很高 所以買的股票其實大部分都是機構的股票 可是問題是就是說 你一次買二十幾檔 當裡面有些漲裡面有些跌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又不是專業在看盤的 你怎麼有辦法隨時去盯著說 哪些股票漲到合理的價位要出了 哪些股票跌到停順點應該要出 即便是我都沒有辦法管理二十幾檔 那一般的非專業的證券從業人員 你在上班 你在做你家裡的事情的時候 或者是你在做研究等等 做事業 合從管理太多的股票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與其買很多 不如集中中壓 只要一檔股票你就發財了 一檔股票 買三九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 連兩個禮拜都還不到 短短九天的時間 從三九漲到五十八 總共漲了五成 不只突破三成突破四成 今天已經突破了五成的獲利 所以一千萬下去的話就賺了五百萬 一百萬也賺了五十萬 絕對比你買個十檔二十檔股票 要強太多太多 所以會賺錢的股票 真的一檔就夠了 一檔就夠了 太錯 三月營收創新高 那我想 我不只在三月營收創新高之前 就有跟你預告說 他的三月營收應該會領先創高 並且我也跟你說 因為他拿下中芯5G記憶台的訂單 三月營收的創高 只是前期的訂單而已 第二季陸陸續續 後面真的全面架設5G記憶台的時候 是在下半年到明年的事情 所以現在只是初期的小量的單 就已經創新高了 你要知道下半年到明年 業績會有多活熱 所以這是一個趨勢股 而且他已經說先創高 所以我就說 它是5G散熱的領先股 領先股 所以股價是這個樣子領先飆出來的 這個叫做領先股 所以當你能提早去掌握到 產業界中基本面的一些脈絡的時候 你就有辦法重壓十股 一口氣一檔股票就可以發大財 所以這是泰塑的部分 那泰塑當然很飆 我也知道很難買 沒有太多人敢追 所以我們當初就說 沒有關係 還有第二檔太數 泰塑跌 307起紅 雖然目前漲勢還沒有太數那麼強 因為股份比較大 那禮拜四呢 漲接近5% 禮拜五呢 漲了8% 今天放假回來 再漲9.6% 而且也是收在今天的最高點 42塊9 而且這個高點是 再創波段的新高 收最高 收在波段的最高點 所以 泰塑最標 那其紅呢 還是後來居上 後面那個強度會越來越強 賺得還沒有有泰塑多 從37到42.9 因為時間還沒那麼久 但目前獲利5塊9 開始擴大 也來到16% 再用同樣的角度跟力道 開始往上漲 我認為三成 應該也是手刀型 三成後率 因為他只有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五天 還不到泰塑的九天 那泰塑為什麼標 因為一來三月前都創高 出貨最早 因為他拿到的是中心的訂單 中心通訊 5G的機器台訂單 他下的最早 因為他跑得比較快 所以泰塑先標 再來呢 華為緊接在中心之後 華為是全球最大的5G設備廠 所以相關的機器台的一個訂單 也準備要出來了 泰塑市中心 其紅是拿下華為機器台訂單 出貨緊接中心之後 而且華為又比中心來得更大 所以這後面所帶來的那個業績成長動人 絕對要非常非常密切來做管理 所以我看到的東西法輪也看到了 所以法輪最近 哇最近原本只有買超三萬張 過去這兩三天的時間 又多買一萬五千張 整個強力買超了四萬五千張 越買越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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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代表就是說整個市場 非常認同說 5G是最大的主流 中間領先往上衝的第一個最強勢的主流 就是散熱 所以我就說泰塑的其紅部分 雖然這三天沒有漲停 但天天漲 天天漲 天天漲 今天幾乎就已經快要收到漲成感 所以 就算你沒有馬來泰塑 你把資金重要到其紅的部分 這一個禮拜的時間 也十六趴喔 在未來這幾天再繼續累積下去 我認為三成那是相當的機會 所以我還是要講 不要買很多很多的股票 真的會幫你賺錢的股票 一檔 兩檔 或者最多最多三檔 其實就夠了 賺錢的 你買得比較多 一次你就好 一次你就發財了 而不是說去買一堆 漲的也不會賣 跌的也不會賣 你應該是要集中 虧了 沒有關係趕快砍掉 至少你好管理 賺了 記得要出 再去買下一檔 再賺 買下一檔再賺 十檔裡面可能會露死三檔 但只要你露死的是少 賺的是大 三成五成 三成五成 累積起來都是倍速獲利 所以你要集中 你要重壓 不要買多 真的一兩檔就夠了 再來 散熱 最強組 所以泰塑 其紅之外 我們還要讓會員買這一檔 例子 第三檔三二表股 今天呢 也是中場過後 鎖掌停就再沒有打開 創58.8元的新高 58.8元新高 三月分明收月增89% 而且它更好玩的是 中興是泰塑的訂單 華為市起紅的訂單 但是呢 他們都不是唯一的供應商 沒有那種唯一的 大廠一定都會找一個 兩個三個四個供應商 所以呢 例子 非常特別的是 他同時拿下中興跟華為訂單 機器台訂單 所以呢 機器營收一般一般 但第二季呢 將會強力加溫 所以前面漲這一段是有道理的 橫盤整理 快要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在這邊再度表態 我認為後面也是要很精彩 所以 操作主流股 賺主流股的主身段 那絕對是最過癮的事情 因為主流股是整個市場 全面資金全面力拱的主流產業 它的量 它的價 它的成交值是越滾越大 越滾越大 越滾越大 你非常好操作 好買 同時你也好賣 同時當一個大波段長上來的時候 那種主身段的時候呢 三成五成那是幾本 上倍容一見 三倍五倍 那個都出現了 所以操作主流股賺主身段 那是最過癮 最好賺 最容易把大財 而當你知道說什麼是主流股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這時候就不是分散市股的時候 就是要重壓 重壓最強勢的股票 一口氣 當然就可以大賺 所以呢 我一直鼓勵大家 在現場這個行情 你要跟著我把資金集中起來 買進最強勢最強勢的主流股 我們要把資金非常focus 集中在那一兩檔最會漲的股票 真的一口氣上來 大家可以賺很多錢 所以鼓勵大家 來參與重壓單股的會員 就是重壓單股 顧名思義 就是把資金重壓在最強勢的 單一的表股 叫重壓單股 就像泰塑 沒有跟他太錯的 你買齊鴻 現在也是開始 真真日上 或上禮拜的比較高價的 你資金比較多的 你買新象 四天的時間賺了接近50塊錢 每檔都是給重壓的 重壓單股 那本來就給大家體驗一個月的機會 但是呢 禮拜五是泰塑漲停 所以這場實際就非常的開心 我說除了體驗一個月之外 另外再追加一個月給大家 所以重壓單股有1加1的雙重好康 雙重優惠 禮拜五漲停 我們給大家一天1加1 今天又漲停 沒有關係我們就再追加一天 如果明天再漲停 我們就更衰退 我們就再追加一天 如果沒有漲停那就沒有了 當然我希望天天漲停 我天天都追加給大家 好 所以重壓單股 體驗一個月 再追加一個月1加1 就今天 來電就有 那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這種很好賺的行情 不可能從年頭到年尾 都是這種行情 一年之中 每比有三個月四個月 是這種很好賺的行情 就是要把握起來 賺起來 你可能可以養你三年 沒有賺到 那可能後面怎麼做都不容易賺錢 只要把握起來的時候 你要好好把握 所以最容易幫大家賺大錢 就是重壓單股 除了體驗一個月 再追加一個月給大家 1加1 所以僅限今天來電就有 好好把握發大財的機會 等回來我們再聊 加股票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麼現階段台股在這一個架構之中 它是持續往上準備要挑戰前波的高點 而且很多基本面的股票 開始在做一個強力的發酵 就跟去年上半年一路漲到 年中間六月七月份的被弄一件股的 那個波段是非常雷同 當資金回歸基本面的時候 主流股它會一輪二輪三輪 不斷地不斷地往上墊高 不斷往上漲 這就是大家發財的最好的時間點 所以你要把握這個機會 所以我才會說 現在要來跟著張老師操作重壓單股 重壓單一檔最飆的股票 而且我幫你選的不是單純股票在飆 都是業績最強勢的趨勢股 當它進入主身段的時候 你自己看到那種 漢地把衝漲三成四成五成的那種氣勢 是非常非常強勢 所以重壓單股體驗一個月 再追加一個月 那請先今天 除了明天再漲平板 那我就再追加一支 那我希望天天漲平板 每天都有機會 所以把握這個機會 再來 一把店禮拜有漲停 我從來不會迴避我看好股票跌停板 我說基本面持續向上拉回就是買 今天先收半根回來 漲4.9%收137塊半 後面怎麼下來就會怎麼上去 因為COF的載板強力的缺貨 那個缺貨是缺的 跟去年賓文建股一樣誇張 而且現在才上半年 下半年缺口會再放大 會再放大可能超過一倍以上 所以第二季可能漲15% 下半年會漲得更兇 一路缺的東西 不用害怕股票走空頭 打下來可能是 接手南茂的持股的一些短線的資金 可能再做套利 我認為這個就是讓它洗吧 洗完之後呢 漲得會更兇 漲得會更快 因為第二季看漲速發 下半年會更長 洗完沖馬漲得會更兇 股價盤整 打下來是最佳的買點 它怎麼下來就怎麼上去 我看好 一瓦店會再重新高的看法 絲毫沒有動搖沒有改變 再來上禮拜大表股 大神奇股 星象 禮拜二創229.5元新高 禮拜三235 禮拜四掌停板248.5元 禮拜五再創264的33個月的新高 今天早盤262.5元 尾盤收257 雖然說沒有再過高 但收完價的部分 也是再創收完價的波段的新高點 也是33個多月以來的波段新高點 這就是強勢 而且我要說的是 除了它是超強勢整理 隨時會再攻 第一季賺了5.35元 四月份的營收準備再創新高 我推估第二季可以賺6塊 下半年會賺更多 今年兩大動人包含手遊三用機台 它的業績獲利都在一個爆發的點之上 後面越賺越快 全年可以賺大概20到22塊 我就說2016年賺12.78 股價最高點是322 今年我估計可以賺22塊 大概多的快要接近10塊錢 那股價現在是264的高點 賺得少的時候 12塊的時候是322 賺得多22塊的時候 股價現在是260 所以後面到底股價要怎麼反應 就給大家做思考 我也不能給你目標價 想要這張目標價 你先打電話來找我 我可以跟你講 我波段的規劃大概在哪裡 那最強勢的主流 那你就散熱嘛 泰塑拿出第五根掌情板 58塊6 再創新高 跟我賺主流 這是最過敏的事情 泰塑第二奇紅 今天差一點點掌情板 收9.6% 收在最高點也是波段新高 已經賺了16% 泰塑已經賺了5成 第三檔散熱標股 立志 盤中所上場 你們就沒有打開58.8元 也是一樣再創新高 所以每一檔其實 錯過前面的不用擔心 後面還有一檔一檔的標股 你跟著我操作標股 重壓一檔一次就可以發展 所以現階段最好的機會 重壓單股 重壓單一最強勢的標股 叫重壓單股 不要分散跟著我重壓 給大家體驗一個月機會之外 在今天因為連續漲停板 我們再追加一個月 所以重壓單股 目前有1加1的雙重好康 那很有可能就到今天為止 那當然如果明天漲停板 我們就再追加 但是我不曉得 所以說重壓單股體驗 一個月1加1 一個月外加一個月 那目前看起來就是 僅限今天嘛 來電就有 好好把握機會吧 超速順領 明天再見 本公司與所推介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現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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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